各位好,我想請問一下台灣為什麼會需要社會企業? 當時我在接任社會企業相關的業務的時候 我在中間加了一個點,把它變成社會連結企業 也就是說像我們去市場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現在大家在意的不只是說它是不是物超所值是不是夠便宜 而且還是這個便宜的價值是不是建立在其他環境的或者社會的價值上面 如果這個也對環境跟社會好,大家才願意購買 超過7成5的朋友都覺得說只有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才願意投出錢來支持這個社會,支持這個環境 我覺得台灣有非常蓬勃發展的社會部門 包含我們NPO、合作組織等等 當然也有非常發達的企業,我們的護國群山等等 但是這兩個中間的連結就是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運用商業的模式來解決社會跟環境的問題 讓我們能夠把社會部門這種動員的力量 這些群眾外包、群眾募資的能量 以及我們的商業部門非常厲害 他能夠去把一個想法 一下子就變成全世界都用得到的服務或產品 這兩個結合起來 一起來解決我們全世界共同面領 像氣候變遷等等這17項共同的永續發展目標 那像您對於政府和社會企業的期許 我覺得政府就是要成為社會部門跟企業部門中間的連結 這個連結是什麼?就是創新 我們在社會上面有很多創新的方式 好比像說群眾募資、群眾外包 這些都是社會部門研發出來的一些做法 但是這些做法同樣也可以調動經濟部門的力量 來一起解決社會跟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政府就是要全力支持 但是絕不阻擋 所以政府萬一的角色也可以稍微能說明一下 好的,舉例來說 像只要是註冊成為我們的社會創新組織的朋友 我每個禮拜三在空走 然路三段只有19號都有office hour 大家都可以盡量運用我的時間 只要在願意把我們的錄影或者竹子高公開的情況下的對話 那我就可以實際把他們倡議的這個價值增幅 然後讓台灣甚至全世界的朋友來知道 所以增幅大家的這個創新 並且讓全世界來解決共同的問題 我們叫永續發展目標 這十七個問題 這個就是政府可以扮演的一個角色 而且還不只是中央政府 這次像我們新北市政府 也是率先運用我們叫做VLR 就是自願的在地的報告的這樣的方法 給全世界的朋友看說 他們的市政怎麼樣用這些永續發展目標來扣合來呈現 目前六都已經有三都寫完了 另外三都好像也收到蠻大的壓力 也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那像我們亞太高峰會 然後跟新展他們都實際的行動 然後來扶起社會企業的成長 那您對這個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棒啊 之前新展有邀請我去跟阿滴跟滴妹 然後一起錄了一個英文的rap 就是要用快速的英文來介紹我們的社會企業的產品 像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像我當時介紹應該是格外農品 我就讓全世界的社會企業高峰論壇的主席 他們的所有這些仇位看到 他們覺得這真是太創新了 在英國這個社會企業很發達的地方 他們都沒有想過能夠去找這些饒舌的youtuber 用這種方式來介紹社企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也是台灣can help 透過像新展這樣子的做法 就不只是CSR 不只是企業社會責任 更是BD 也就是說business development 透過商務拓展的方式 讓他們能夠看到說 原來在社會上還有這些創新的點子 也可以應用在他們的行業裡面 那最後可不可以請教政委 我們鼓勵一下可以參加我們 太太的陸道峰會 好的 那誠摯地邀請大家 來參加亞太社創高峰會 眾人知識 眾人組織 台灣can help and so can you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